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人大家好 歡迎收看照例盤中建股資金的一個解盤節目 那我們先看一下大盤的一個部分 大盤今天來看的話其實一度來到16,219點 那預估量來講大概3000億 那你看一下距離前波的一個低點位置 我們看一下在之前 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是16162點 16162 那今天的一個指數的低點的部分 你看一下大概到16219 大概差50點 大概才50點 就是說其實今天殺下來之後 稍微整理一下再往下殺 然後目前來講指數出現了跌幅收斂的一個情形 那收斂的部分 你要看到底是什麼股票來讓整個指數出現比較收斂的情形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個地方你大盤要走穩 甚至於反彈好了 那電子股必須要進行表態 那假如電子股不表態 這個大盤它還是會呈現弱勢的一個表現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拉誰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比如說像3035的資源 其實把數位財報都不錯 那另外的你再看一下3037的新興 窄版的新興 對不對 窄版的新興 股價也大漲 這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我的意思說這些股票走穩了 開始慢慢的拉抬 你看一下6104的創委的部分 股價是也翻紅 對不對 IC設計 窄版 那慢慢的其他的半導體 我相信也會慢慢的起來 其他半導體的部分 那當然IC設計來看的話 其實相對上而言 是比較重要的 跟窄版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大盤現在的一個 拉抬的過程當中 我個人覺得 其實慢慢的會走穩 電子股慢慢的會走穩 所以現在我告訴大家一句話 現在電子股真的不要再砍了 你手中的股票 不管是阿貓 不管是阿狗 你知道 總是未來展望不好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 你不要再砍股票了 你要砍是在之前砍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再去砍 不一定是最低點 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相對低檔的位置 要砍 其實要降低你的持股比重 除非你真的是融資追繳 融資斷頭 你真的沒錢 那真的沒辦法 那就代表你之前沒有 認真聽我們的話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持股 要維持在低的持股比重 並且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動作 為什麼 我們之前買進了00632R的部分 也在5.6以上出掉 你看它也是創下了反一的部分 它也是創下波段新高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原大50反一的部分 因為我個人為什麼今天會出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大概這個地方 這個時間點出的 大概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這個地方 往下灌到16200點這附近 就前波低點大概16100多 算16200點好了 短線上來講 它具備了實質上的支撐 為什麼 因為電子股真的跌太重了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電子股的部分 我相信現在大家 電子股就同過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打翻了你知道嗎 真的打翻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好了 所以未來是很重要的 今天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 為什麼還會再殺到破底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昨天的部分 農資有的也減碼了 也減少了 前一天農資也減少了 今天我相信開盤 因為還要再殺農資啊 股票就是這麼神奇啊 它就是要讓這些農資追繳 農資斷頭的砍掉一些 股票也就是這麼的現實 股票也就是這麼的 你要說他可愛也可以 你要說他這麼的討厭也可以 他就讓大家真的在 這個地方在殺下來的時候 我相信你假如融資已經逼近130 甚至130以下的 我跟你講你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砍了啦 結果他就給你砍了 砍完之後就給你慢慢的拉起來 這就是股票神奇之處 這是股票神奇之處 所以大家一定 在看我們的節目當中 真的要好好的聽我們所建議的 相對上來講 當然這個地方 這段時間你做多的 我相信你的心裡非常的苦 非常的苦悶 可是重點來了 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再去砍 你只要控制好持股比重 這個地方其實說真的 你不該去砍你的持股 並且在這個地方 應該假如你持股比例真的低了 其實這個地方 有些股票你真的可以下去買 因為不管是未來股價會創新高 或者是具備未來反彈的機會 我相信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的有機會 大家要相信 股票已經跌了那麼慘 股票沒有天天跌了啦 我不是跟大家信心喊話 而是說其實我們的看法是如此 不然我們今天一早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賣掉632 我們的避險的部分 避險的部分我們不會去賣掉 所以既然賣掉 其實就是跟大家講 我們對於這個盤勢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比較正面了 已經比較正面了 因為你可以發現 其實以目前來講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那另外一塊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一些的 內容的部分 好 那我想當然股票要智慧膽是啦 那可以真的時間點到了 時間點到了 你這一波假如你有 不要說全部避開 我相信那個是很少的 那假如你可以避開大部分 就是你讓你的持股比重低 度過了這一個相對上 風險比較大的機會的狀況 然後想這個地方 你即將迎接而來的 是這些的 有些的股票 它會開始出現反彈的格局 所以你要把握住機會 布局一些挫殺低估 並且高成長的一個個股 來 這是我們的履歷的部分 我想我不再多做說明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以同為親 以股為親與人為親 好 記得叫我們來 GOOD58 然後記得點我按加1 然後Telegram GOOD58 FB建股執行王肇立 好 要記得YouTube 王肇立分析按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現在大家 當然電子股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一開頭就講 電子股你這個地方不要再亂砍 大部分的電子股 大部分的電子股 檢視一下手中自己的持股 我趁這一波有的展望不好的反彈的過程當中賣出 買進一些展望好的股票 我跟大家報告 慢慢的會上來啦 慢慢的會上來 只要你控制好持股比重 只要你用現股買進 我相信 你買到對的股票 趨勢對的股票 時間會是你的朋友 相信我 我在證券市場27、8年了 對不對 什麼大風大浪沒看過 對不對 那當然這一波很多投證 我相信受傷被人慘重 為什麼 控制好持股比重 因為你都用融資買進 對不對 之前在回檔過程當中 多少人跟你講 彎腰減鑽石 彎腰減黃金 最後買點 結果呢 到現在 你真的融資買進 早就都斷頭了 那我們一直控制好 一直跟我們的會員交代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維持第一 持股比重 睡著著覺的比重 並且用現股買進 並且我們還是有避險 買進0050反移做避險 好來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因為電子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當然 很多利空 我想我這些我不再贅述了 不管升息 不管疫情 不管封城等等等等 讓電子股真的回檔修正了一段時間了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的一件事情 電子股真的有這麼差嗎 對不對 電子股真的有這麼差 假如真的有這麼的差 我們砍掉股票 馬賽起起來 重新再來過 假如未來的基本面 未來的展望真的這麼差 我跟大家報告 那就應該要把股票砍掉 並且下去做放空的動作 全部放空也可以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地方就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 那只是說低檔有時候 因為受惠外在環境等等這一些的影響 跟市場的氛圍的影響 那其實就如同六狗理論一樣 未來的展望真的還沒那麼差的狀況之下 你過度的去反應股價已經真的過度反應的狀況之下 其實它容易出現反彈 或者大家預期錯了的時候 它其實它容易出現比較強勁的一個反彈的走勢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到最低點是多少錢 或者是指數是多少 可是說真的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相對低檔只要慢慢來 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當相對低檔 我們認為盤勢慢慢的走穩了 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的資金 你只要控制到你的持股比重 就如同我們跟大家講的 控制到你現在應該還是 我們的會員應該還是有很多的錢 那當盤勢穩了 其實我們就可以下去做買進的動作 這樣在不管是反彈 不管是回升的個股當中 當然我們就可以創造出所謂的獲利 那這一部分來講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就是說以封城的部分來講 其實上海封城不管等等等這些的封城 可是你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封城的部分來講肯定是 在未來的這一段時間來看的話 它一定會慢慢的轉趨趨緩 這是一個趨勢 難道越封越緊嗎 難道四月封了 五月封了 到八月會更越封越緊嗎 這個機會是不大的 因為全球基本上是朝解封的方向 就如同台灣疫情那麼高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是放鬆 跟過去來做比較 我們也是放鬆 我相信大陸也是放鬆 因為大陸的經濟沒有這麼好的狀況之下 你說它真的封起來 整個越嚴格的封起來 你覺得大陸的經濟不會慘烈嗎 會啊 你以為這些主席習大大是阿呆嗎 不可能 對不對 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政策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有一些 我們的預期的部分 所以這一塊來好 那另外一塊來講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就像面板 我也跟大家講 這些真的基本面未來展望不好的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高檔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那時候全市場 都在喊高股息殖利率高本益 低本益比高本益 結果呢 結果時間你看走了這半年之後 走了這大概差不多啦 半年多不到一年 你看是不是從高檔跌到現在 破底情何以堪 我要講的就是說 友達的老闆 對不對 出來講現在這幾天出來講說 有哪有可能會影響到下一季都會影響 他不是爭效的嗎 你去找一下新聞 他在之前在去年上半年下半年的時候 甚至今年年初的時候 對於面板的看法是多樂觀 那時候大概之後我再跟你講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高檔的時候 之後我再跟你講 這種景氣循環股 你不要去碰啦 大陸不一定比我們 技術不一定比我們差啦 結果呢 結果到現在 他那時候一直喊好 到現在最近這幾天跟你講說 大陸封城風暴 有哪會難會大檢等等等 不管 對不對 他跟你講這樣 就是意思就封城 好像 我的不好都是來自於封城 你的不好成效耶 又不是現在才不好 你在之前就已經不好 結果搞到大家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又更加的害怕緊張 對電子股好像完蛋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啦 封城對大部分的電子股 當然之前我們說過 三個月以內 影響性非常非常小 幾乎可以不太算 三個禮拜以內啦 三個禮拜以內 那我就兩週 不會 那當然現在有的封得比較長一點點 重點你們認為 他影響大部分的公司 難道是30% 50%的當月營收嗎 不會啦 真的沒那麼多啦 其實我跟他真的沒那麼多啦 了不起都是個位數字而已啦 高個位數字就算很嚴重了啦 可是現在大家想法 好像營收就會衰退30% 好像就會衰退50%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當股價跌的時候 把這些的利空一直在放大 就像股票在漲的時候 就把這些的利多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沒辦法 市場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就是非常的不理性 所以有時候我會認為 真的當然加在操作上來講 真的要理性一點 好那 因為大家看到這些 什麼 友達昆山產能大減四成等等等 對不對 那你看他本季的長好了 大減四成 昆山產能 佔他的比重也不會太高 那本季的展望你看一下 出貨量季減1到3% 出貨量你假如像你看到標題 大減四成好恐怖啊 結果他說出貨量 價格當然跌比較多 出貨量你看本季的展望 跟上一季 季減1到3% 你覺得這個真的有很嚴重嗎 出貨量 出貨量 季減1到3% 不是10%到30% 所以啊 當然我不知道啦 其實有時候因為我們會在 其實我們很多的結論 或者是我們的看法 其實有時候 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講的 美國公在質疑的部分 之前大家不是說 升到多少%就崩盤 1.5% 1.7% 1.9%崩盤 甚至於現在已經到接近3% 當然最近回答 說真的 有那時候一直在升的時候 有崩盤嗎 沒有啊 多少人跟你講會崩盤 反正那也不管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封城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 又嚴過其實了 對於他的憂慮所產生的憂慮感 真的又嚴過其實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去拜訪公司 我們也認識很多上司 是上櫃公司的 不管是財務長發言等等 因為我們要拜訪公司 所以我們了解 這些大陸的封城對他的影響性 大部分 就是以一般的 估算的部分來講 不是大家 我說大部分 不會你想像的2、30%、50%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不會那麼淒慘 高個位數就已經算影響很大了 你像友達都自己講說 既出貨量才減少低個位數字 那你說咧 對不對 國際說陸豐的5月會緩解 人家說5月會緩解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那對他的影響性也很小 何況這些都有庫存 你們之前不是單家庫存 那現在有庫存可以出貨 那大家又開始想 貨運怎樣又麻煩又 當然那個會影響到啦 可是影響性不會是這麼的大 好 調配產能有限等等 那核碩你看一下 對不對 對全年產量 小於0.1% 那他認為其實這個停工基本上來講 有可能預期影響1到2個月 那減產部分他比較樂觀 他之前減產有可能5月6月 就可以補齊少生產的產品 所以他是不是也認為 大概5月份之後 就可以停工的狀況 就可以大幅的紓緩 那現在幾月 現在是4月底 啊 那現在是4月底啊 所以他是不是也認為 那現在幾月 所以你覺得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這一塊來講 當股價跌了那麼深的時候 不要再自己嚇自己啊 能嚇人會嚇死人啊 鬼嚇人不會嚇到人啊 大家懂我的意思 我想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這些 當然不是說這個大盤 就一定會大漲 慢慢就上去 可是至少 對空方的抵抗的力道 他會越來越強啊 當他越來越強 越多的股票往上攻的時候 其實他告訴我們一件事啊 這個大盤要上海啦 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不要在真的市場上 非常非常恐慌的時候 在今天盤中找盤 在斷頭的過程當中 再去盡量砍殺自己的股票 不要幹這種事啊 當然你要檢視你手中的持股啊 你要大部分的電子 在這個階段你都不要去做賣出的動作 等待反彈 真的等待反彈 你要搶反彈的 當然也可以跟著我們進來操作 好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好 你看資源的營收對不對 創同期新高 Q2還會更好 哇 我手機要殺價別來找我 對不對 利息店半導體出貨有可能會大亂 可是他認為產能滿到你也沒有問題 所以呢 那結果閃戶呢 當然三月份 減碼 我相信這兩天 前兩天 農資也都在減 結果呢 張錡說的 那不管 對不對 我想那風電傳產的部分 對不對 好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鋼鐵的部分也是 大家有沒有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有一件事喔 這兩天我都講過 當電子股慢慢的走穩 當電子股慢慢的出現反彈 傳產股 有些的股票 其實他 資金 他要再上漲的機會 相對難度就會很大 因為之前是因為大家不玩電子 所以資金來講的話 轉戰到傳產 可是當電子股慢慢的又稍微的 人氣開始回來 上來之後 我相信 傳產股的部分 有些真的會回檔修正 你比如說像之前大家非常看好的中鋼 對不對 你看這種股價 你看大家之前非常看好的中鋼 他的股價 鋼鐵股的部分 5009的龍鋼 在昨天我也跟大家講 不要再去追了 因為鋼鐵股不好 這種特殊鋼的部分 他多少都會受到影響 這種你不要再去玩 那時候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是因為電子股 他還是有些的資金好 那另外的 風電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這些風電 當電子股上來的時候 風電大概就又要陷入整理了 又要休息了 另外的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的 1240的冒生農金的部分 對不對 在高點的時候叫大家避開 他不能轉價 結果股票你看 又跌到起漲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在操作上而言 真的不要再一直 瞧不起電子 看一下3030的資源 看一下3037的對不對 星星電子 你看他的線型 對不對 看一下2337的望紅的部分 至少 對不對 這個是 no flash跟內 flash的部分 那當然你看面板 這些相對常來講 就真的比較不行 對不對 破底 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創圍 USB3.0 慢慢的走穩了 2436的偽權電 對不對 也開始慢慢的 拉出長的一個下影線 跟紅棒的部分 商量88的通家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種股票來看的話 我還是相同的看法 產業趨勢對的股票 你給他機會 他會上來的 他搞不好創新高都會 當然不能講價位 我的意思說 搞不好他創歷史新高 股價創 只要大盤慢慢的走穩之後 搞不好他都創歷史新高 到時候再來看 因為有些人我覺得 有些股票說真的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風險 控制好你的持股比重 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台亞的部分也是相同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今天也拉出很長的下影線 這種股票 其實說真的 擺著棒著 我跟你講 今年下半年的營收的爆發力 會很強 明年更強 第三代半導體 你看他會怎樣子 他的技術比漢磊厲害多了 對不對 那因為漢磊現在要現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目前電子股 真的蠻多被錯殺的股票 在這個地方 我只能說 因為你不是我們的會員 假如你是我的會員 我會帶你來操作 那假如你不是我的會員 至少在這個地方 你自己檢視手中自己的持股 你看要買什麼股票 我想是有機會好 那另外一塊就是 其實 當然這段時間的操作 大家我想你做多的 當然 不要說傷痕累累 你只要控制好持股比重 當然你有可能輸 可是你不會太多 那何況你抱的股票 未來展望很好的 其實我相信股價未來 都會還你公道 都會還你公道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甚至於因為第一次股票 現金還有蠻多的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觀察一兩天 我們今天先把反應賣掉 先把反應賣掉 那今天也如同我們的預期 指數的部分也拉出了下影線 電子股的部分也拉出下影線 那明天是一個 明天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關鍵的位置 假如我們預期 跟我們的預期大盤電子股 開始慢慢的走穩 那當然 我們在明天 有可能就會下去買進一些的個股 來進行操作 不敢是搶反彈 或者是未來的趨勢性的 波段的一個操作 我想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跟大家進行說明 然後記得叫我們Lite at GOD58 或Telegram GOD58 FB見股執行王兆立 你應該在這個地方 剛好是整個大盤 現在我相信 很多人很沒有信心 不管是對類股 不管是對指數 不管是對個股 可是說真的 當大家都恐慌 當大家都害怕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方 反而 是容易比較有賺錢的機會的 所以你應該選擇一個 你相信 值得你信賴的分析師 加入他的行列 我想 對你的未來的操作 會有幫助的 不管通脹 不管疫情戰爭 動彈不安 投資當然變得非常的困難 我想目前剛好 來到短線上相對低檔的位置 我想會是布局的一個好時期 只要我們控制好持股比重 我相信 當整個大盤 當整個個股慢慢的上來之後 剛剛也提到 今天已經如同我們的規劃 明天假如這個大盤 也如同我們的規劃的話 我想整個 我們就會下去做 買進持股的一個動作 先跟大家進行說明 那當然你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可以撥打08005808 08005808 最後祝各位投資 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avaient偵旦 聽說廣告 倖族 我明天¿ 雙指道 說廣告 我這個有名utors 您相似 ihrer 。 可